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泰泉爱好者,大家好,我是朱天才,中国河南温血陈加沟人。 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权代表性传承人,穷小在陈加沟长大,五十年代跟随太极宗司陈兆培之舅学习太极权, 七十年代又跟资旧陈兆培老师学习太极权,至今已有七十余年。 通过七十多年的练习,我从小、从少年到青年到运动员到省专业运动员到教练员一直出国做员外教练。 在三十年来走遍了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一年地有传言圈在推广、传播城市太极权。 太极权是我真正感到的太极权博大精神。 太极是道,权是术。 太极权是由阴阳指令,工房技术,修身养性,内外商修的一种武术运动。 太极权。 太极权,这三十多年的传播,我从1983年中国第一批员外到新加坡至今。 太极权是我真正感到了太极权能给人民带来健康和谐快乐。 这两年,由于全世界的废益,各世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但是,我们太极权确实能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烈太极确实能起到抗费力的大好活动。 所以,由于这两年我不能走动,不能进行世界的太极权交流。 所以,在今年12月4号到5号,由世界太极科学,美国太极科学联合会和中国世界太极网站, 联合世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太极权传承人, 举行了,举办了世界太极学网络论坛。 给大家提供了最高的平台,最高规格的,最高水平的盛会。 这是盛会,一定给着世界的态度很好地带来很大的好处。 所以,这次大会,一种大健康的形式,让太极学走遍全世界。 太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民的,为世界人民大健康而提供了越办越好的平台。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泰拳呢,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开放以后,对城市泰拳, 在刚入相机,快门相机,这个,学法相变,这种积极功夫。 大家,世界都非常喜欢。 所以,今天我最多讲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城市泰拳功夫架,老架,新架,小架。 这三套一路的功夫架。 大家都在练习。 我今天就专门讲一讲,城市太极拳套路的辨析。 辨别和分析。 辨别和分析。 但是我们练习的,有一句话,师父有一句话, 学人知识不能学人巧。 就是你可以学师父的东西,但是有自己练过一段时间,自己有自己的巧处。 因为太极拳博大精神。 他仅仅有600年的历史。 他吸取了白甲子肠,而由小智慧,集成我们大智慧。 集成了我们博大精神的太拳。 规矩不能成方圆。 刚开始一定是有规矩的。 当你有规矩的练习,到最后破规矩。 就现在像四大金刚每个人练得都不一样。 因为这就说明了,学人知识不能学人巧。 把自己的巧处通过长年累业的练习,加上了自己的习惯动作。 形成了自己的分感。 但是,他有他的规矩。 什么叫规矩? 就是有规矩而他规矩,再回味规矩才叫规矩。 规矩不能成方圆。 所以说,我们太拒犬是武术。 武术练什么的? 外列金骨皮。 那你练一口气。 外列金骨皮的时候,我们太拒犬的工架, 工马步去学,都练得非常的到位。 所以说,这就叫规矩。 什么是太拒犬的功夫? 功夫,我现在把它总结分为两种功夫。 一种是积极功夫,一种是养生功夫。 养生功夫。 我总结了八个字。 清静、开心、放松、劫持。 清静、开心、放松、劫持。 太极拳最重要的是一个放松。 当然,你要养生的时候,很简单。 能坚持地放松地一直练习, 就会起到了健身的效果。 但是,健身是谁来做的? 谁来做的? 都是40岁以后,30岁以后, 这些不经常运动的这些人, 要想把身体练好,再去运动。 所以说活动活动,你想活就在动。 那是活动。 这种养生功夫非常好练。 你不管每天早上起来, 只要坚持练都可以了。 但是我们要练技术功夫。 这积极功夫就是我们所学习讲的, 我们太拒犬的继承我们传统文化这种积极。 刚入相继,快慢相继。 最后,到了功夫以后, 以七小而升起大。 要一眼睛落空,借离大雷。 要练这样的功夫。 但这样的功夫呢, 你要想想, 我们世界所有的运动拿世界冠军的, 都是多大年纪。 都是20岁左右都拿世界冠军了。 到30岁都退余了。 我们30多岁去练拳,练技术功夫还可以吗? 不可能了。 但是,我们30多岁以后练绝, 练得怎么样? 因为你有智性,有悟性, 什么都有了。 就是我们的身体, 估计, 精维都有些老了。 所以我要练好身体。 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 练好身体, 研究功夫。 我们去研究功夫。 当我们研究好功夫以后, 去教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孙子们去练。 所以说, 叫孩子们练什么? 练技技。 练技技。 那怎么练技技? 那就是, 以传统的科学方法。 就是我们太极权的, 公马步, 外面, 公不马步, 虚不蟹步, 要做准。 再加里面的东西。 再加里面的东西。 所以说, 里面的东西, 都看不见。 都看不见。 只有说, 现在大家练过, 看看你这, 这里面有东西没有东西。 但是自己有些东西,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东西。 所以说, 练到这一步, 就是练习太极权, 一种享受了。 就是我们说, 太极权不仅是功夫, 是一种艺术。 到时候, 你自己感到, 哎呀, 愈发不能练起来, 反正感到, 里面非常有种奇妙的感觉。 那时候, 你的内外就接修了。 内外就接修了。 所以说, 我们练习太极权, 一定练, 要练得准。 练得准。 那怎么去练好太极权? 怎么去练好太极权? 我现在讲一下, 我们太极权。 陈石太极权的三种价值。 陈石太极权。 我小的时候, 师父说过一句话, 说过是吧, 要想练好拳, 首先缺练圆。 要想拳练好, 除非缺练小。 除非缺练小。 那怎么练小呢? 他将来, 有大缺而中缺, 有中缺而小缺。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 跟你都听, 好像背书一样, 都背着。 但是, 没有人去研究它。 因为是吧, 每天都在师父跟前。 师父教我, 到师父跟前, 我们晚上白天上学。 我们五六岁, 六七岁都开始, 五零年都开始练圈了。 所以是那个时候, 我们自己乱练。 我们是乱练的。 到十岁以后, 才真正跟师父学。 那师父陈赵裴老师, 五八年, 五七年回来以后, 我们才跟正儿八经, 天天的师父认为圈。 那师父到了以后, 每天晚上, 我大师一上一坐。 没事, 看着学生练, 看着孩子没多练, 我们十几个人都练。 摘老师跟前, 去的早了, 练两遍。 去的晚了, 真能练一遍。 剩下的, 都是你想练, 去外面练。 练练全部的十几个孩子, 练一遍全以后, 然后进来, 师父该讲。 你这个, 谁的错了? 你讲的错。 哪个招是错了? 跟他讲, 大家来听。 一听就说, 我是怎么练的, 跟师父讲的一样不一样。 就这样, 天天这样摩练。 然后, 再练习。 再练习。 后来这样的练习呢, 白天不练吧。 我告诉你, 我们到十几岁, 十三四岁都下学了。 十三四岁都下学了。 十四岁, 我们要想想, 我们最多的初中毕业生, 十四岁都下学了, 都在农村。 太极拳是文人拳, 就是把所有的功夫都藏在这圈里面, 不让你看见。 叫你拼命地下功夫。 当你功夫练到了, 另外结合了, 再给你研究推手, 研究技术。 技术给你一讲就会用。 技术给你讲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个圈怎么走, 这个小土鬼推磨怎么打, 这个白马过来怎么用, 这个顺手缺氧怎么打, 都给你讲这些东西。 你功夫到了, 你给你讲就中了。 功夫不到, 给你讲明明知道也用不了。 你也用不了。 你就光想, 哇, 这一招是怎么用了。 光想它用法, 而不去练拳了。 所以说, 有一句话就是, 气不分于身, 时而仍虚。 就是, 你身上没有气, 就是人家一搭手, 或者人家一用劲, 你没有点劲了。 你也放松不了了, 你也硬顶了。 所以, 你怎么都不可以进步。 怎么不可以进步。 所以说, 当时说的句话, 我们就根据句话, 研究这个圈的大小。 所以说, 那, 师父又讲了, 太监界的缠湿劲。 这个是, 师父在1930年, 到32年, 陈兆佩老师在南京的时候, 南京当时的, 陈养五五孙很多, 说, 大家都在南京郭书馆, 南京郭书馆, 南京政府, 郭书馆, 都在, 报纸上, 杂志上, 也登了, 关于蝉丝劲的问题。 关于蝉丝劲的问题。 因为咱们城市太拳, 最特的风格, 就是蝉丝劲。 蝉丝。 我又看了一篇文章, 说蝉丝和抽丝, 是两码事。 我就看着, 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人不懂太极权。 不懂太极权。 所以说, 他也讲的, 杨氏讲抽丝。 他把抽丝讲, 是无相说出来的。 抽丝, 蝉丝。 我认为蝉丝和抽丝, 是一回事。 但是, 他的用法不一样。 用法不一样。 我就举个例子。 我就举个例子。 在蝉丝。 所以说, 城市太拳, 最重要的风格在蝉丝。 蝉丝。 蝉丝不在手在蝉, 腰也在蝉。 浑身无处不蝉丝。 浑身无处不蝉丝。 所以在蝉丝的时候, 我现在讲一下, 你看, 咱们以前都喂过蝉。 到蝉, 到结结的时候, 有一个茎, 它拱了一个蝴蝉, 变成蛾了。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丝抽出来。 人抽丝的, 抽出来。 抽出来的, 你看, 蚕成为, 结成茧。 这个茎, 然后它钻个蝴蝉, 它变成蛾的, 出来的, 飞了, 又去下子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颗, 要抽出来的, 这个丝抽出来, 是没有劲的。 你看, 你把它抽出来, 把那丝, 它抽出来, 那丝是没有劲的。 这个抽丝, 这个丝没有劲。 它是一条线, 没有劲。 好, 再翻来, 我们大家, 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妈妈, 现在七十多岁, 八十岁, 九十岁这些老太太, 我们的老一辈的, 大棉花。 这边的棉花, 你看, 抽丝, 抽出来蟹。 我们呢, 靠这边的大笼子, 在这转。 你看, 这个蝉, 抽出这个丝。 这个丝是有劲的。 你看, 所以说, 必须通过蝉丝, 才可以出来抽丝。 抽出来丝是有劲的丝。 你看, 一放松, 它就转。 它就把丝变成劲了。 这种抽丝劲。 这抽丝劲了。 那蝉, 它是没劲的。 我们棉花是有劲的。 所以说, 这个通认证明是吧, 通过蝉, 大蝉丝才可以抽出丝。 这个一讲到出来, 它是一样的。 蝉丝是练功, 抽丝是用。 下面我们有请, 我们成家沟的四大金刚, 为我们做精彩的表演。 首先是有请, 初天才先生, 为我们做表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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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 。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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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